大家好,我是Steven 那么我们接上节课的继续讲 当我们解决了 前面怎么将多的套节字放到我C- 关注 套节字里面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 当我的内核 通知我啊 我的C-返回 有套节字可读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非常easy 那么我们只要在这里一个for循环 从您开始 最大到maxfd i++ 我们一个一个去读 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一个去读呢 要用resive去读呢 很明显不是啊,我们需要用到的 之前我已经跟你说了 直接通过fd is set 那么我关注的是哪个套节字呢 i 我要检测的是i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看 is set 那么这个i这个套节字呢 他是不是在我的这个fdset 这样一个我关注的可读的套节字的 套节字的集里面呢 首先我要判断他是不是 可读状态 是不是内核通知我的 可读状态 那么一旦是呢 我就去判断 首先如果是nissan fd 这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是吧 nissan fd如果等于i 那我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有客户端来连接 给我发了一个请求 给我发了一个三次握手 我们三次握手就要开始了 对不对 来了 好 我服务器开始处理 那么怎么处理呢 如果我的这个检测的这个套节字 是 监听套节字 那我就调用accept 对不对 调用我的accept 是吧 就是我的这个套节字 当然你也可以写nissan fd 是吧 这样子的程序可读一点 那么如果我不关注他的客户端的地址 那么如果关注他的客户端的地址呢 我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比较好 说不定能有没子看上呢 那么他的长度呢 不对 这个accept 这里还有一个struct 这样一个地址 sock adjust 对吧 那我的nance呢 nance我应该首先就给他复制 对吧 size of struct sockadjustin 是吧 我的是ipv4的套节字 那么如果他返回的是-1呢 我应该怎么办 很明显出错对吧 很明显出错对吧 那出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p error 我们打印 告诉我们是什么错误 我在这里写一个accept error 我可以continue 我可以continue 也可以return 那接受都错误了 我肯定return是吧 那我的 红是吧 好的那我当我们接收到套节字之后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两步 第一步我先把我的current 先清掉 要不然在我下一次循环的时候我又会检测到 对吧 那我应该怎么清 I 地址 是吧 好的当我清掉了之后 那么还要一步就是干什么呢 就是maxfd 我要改变它 因为我将要监听的套节字是什么呢 将要监听的套节字就是我的accept 给我返回的通信套节字 对吧 好 那我们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接收它返回的通信套节字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再打个括号 这样没错对吧 那我们的最大的套节字就变成了我们的通信套节字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我们要比较一下对不对 如果我的套节字 大于 我的sockfd 那我们就用一个条件表达是吧 maxfd sockfd 对吧 条件表达是 怎么复制 maxfd 等于 对吧 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将我的这个sockfd 把它放到我关注的套节字集里面去 对不对 加入我关注的套节字集 global 对吧 好的 那这就是当有客户端来的时候我需要干的事情 散步 散步 那如果不是监听套节字呢 比如说 如果我某一个客户端有数据来请求的 或者是给我送了数据到我的服务器来了 那我直接就receive 对吧 套节字对吧 因为我现在在这里的是轮巡的这个套节字 那么很明显我要把它存到buff里面去 很明显我要读多少个 自己的数据 对吧 max buff size直接这么读是吧 这里我就可以不管他阻塞还是不阻塞是吧 那么读到的数据返回对吧 还是照常的第一步判断 是不是小于-1 对吧 是不是小于0 那么如果小于0我们肯定就读出错了 是不是 Pierre 看的是什么错 这时候我们可以continue 也可以退出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循环之中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的 最后一个字节来的时候 比如说 当我的客户端要断开连接时候 他是不是会给我发一个发一个fin字节 这样一个分节的这样一个数据过来 此时呢 Cinect 他会检测到有数据可读 那么 在调用我的receive的时候呢 他还是读到的是0 这里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区别 如果是0 那当然就是我的表示我的客户端退出是吧 那么我的客户端退出了之后呢 我就一定要continue是吧 因为还有其他的客户呢 有可能在通信 那么还要干些什么事情呢 当我这个客户端退出了 那我的这个通信套节字就没用了对不对 好了那我需要 从我的 需要从我的这个 我关注的套节字集里面把它清掉 是吧 那么这样就OK了吗 很明显 我还要把这个套节字关掉对不对 不然的话我的套节字会哭些 对不对 好的那此时我们可以打印我们的数据 我们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样打印 buff 我先不管他是怎么 给我 打印出来或者是传输的是什么数据 那我们打印了 我们还可以增加个功能 send回去对吧 怎么send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循环里面都是 整个过程都是通过 fd set这个函数 如果是这个i套节字 有数据可读了 那我们就进来了对不对 直接sendbuff吧 发送多少个字节 sendbuff 0对吧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cnect iPhone4用的编程 它其实和我们之前的 直接读写的这样一个编程模型 没多大的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通过一个函数 我可以 去等待多个套节字 对吧 给他一个fnac 给他一个标志对吧 标志不同的套节字 就这样 很简单 然后搞完了之后 我去检测这个我的这个套节字 在我的这个 标志中 是不是 有数据可读 在实际的操作中 就是有一些概念 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大家多看几遍 然后自己实操 多写几遍代码 就可以 那通常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提高效率的办法 比如说我在 在循环之前 我首先就去检测 是不是我的这个套节字来了 检测是不是我这个套节字 如果set的 那么这样如果是有套节字 如果是有客户端来 我就可以直接调用我的accept 对吧 那么这个在我们以后提高效率 或者是其他的函数中 可能会 就是说会涉及 慢慢讲 好了我们编译一下 是吧 那么直接就编译 Sellport Antichannel 也就是我们的一些红媒定义是吧 因为我拷贝的那个文件可能 可能过时了 是吧 8888 然后在 DXApp的这里 从整形到 从整形到指针 没有强制转换 Sock的这里 那这里是73号 那么73号在干嘛呢 这里 这里给他传个指针对吧 是不是应该这样 好像不是 好像要加个指针 对了 那么直接可以运行对吧 那 客户端我们还是用TiNet可以 那我们就粘上了是吧 给他发送一个 来了是吧 再发送一个 来了是吧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 Senex IO附用的编程 这是一个调试过程 当然 这样一整个写下来 可能有些同学还 有些不理解 那么怎么去调试呢 我们一般的调试方法可以直接用打印 比如说我在这里建议了新的套节字 有客户都来了 我的服务器我要打印log 那我的套节字的值是多少呢 我可以打印对吧 我还可以去打印这个maxfd 我还可以在这里打印 我这里要读的套节字 是哪个 比如说 read socket 那我可以这样打印对吧 简单的调试啊 大家遇到问题了之后才会遇到调试对吧 好的我们继续用tinet ok 你看我们的socfd又来了对吧 是吧 我发送一些什么字符 它都可以反馈到我们的服务器来 比如说我读是从套节字4开始读的对吧 好了 我们结束我们的 这样一个 客户端 服务器也结束 一个进程 so easy对吧 那么这几个就到这里 啊 我没有说